最新消息 这是个最新的消息 马英九要跟金普聪切割了 因为金普聪是马英九的人 所以马英九的做法后面是不是 金普聪的做法后面是不是有马英九的因素 是马英九加金普聪这样做的吗 马英九受益的吗 是吗 熟悉马英九的人说 斩钉截铁说跟马英九一点关系都没有 金普聪不是马英九推荐给侯友宜的 他的行为 马英九无从智慧 马英九切割了 真的吗 好来 我们来看更进一步的讯息 今天上午王浅秋访问了赵春山 赵春山大家知道 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是他重要的 特别是两岸的幕僚 接受了专访 据说这个访问是临时换赏的 本来今天不是访问赵春山 因为马办有话要说 千秋万事访问的时候 他讲的算是蛮委婉 但你应该听懂了 说金普聪是亲美远中 这话形容有点过分 金普聪到侯伴来掌舵 是马英九的意思 完全是错的 是金马体制翻版 完全是错的 跟马英九没有关系 马办基金会的执行长 萧续成明白地告诉我 跟马英九没有关系 金普聪之前身体不好 后来开始调养了身体 他现在来参与马英九事先肯定 他现在来参与马英九事先 什么意思 马英九事先有肯定 他现在来参与马英九事先有肯定 最近马英九没有跟金普聪联系 金普聪现在到侯伴来掌舵 这也许是金普聪爱党吧 出来帮忙吧 但是完全跟马英九没有关系 大陆智库朋友也在问他 马英九做事这么温和 怎么可能这样 我的回答是 都没有关系 大家看懂了吗 是错的 是错的 没有关系 无关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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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这个讯息含量很大 但我们就先来谈这个 收腾腾的 我们截稿前 最新丢出来的讯息 你看我们拉晚报动作多快 好 来 这个介大使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 对这个金普聪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因为他现在这个职务也蛮重要的 是这个侯友宜的执行长 选选选办公执行长 这个关乎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选情 那真的他很多事情 做事情的时候 大家很自然联想 都是跟马英九有关 他当初去担任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就说 哇 马英九支持了 马英九派人去了 对 这是很必然的联想嘛 对不对 我也是这样看 我觉得马英九是不是要支持侯友宜 所以派金普聪去帮协助侯友宜 那这个是我很多朋友的这样看 说这个其实不错 马英九还是很在乎国民党的选情 而且金普聪那时候也立下战功嘛 对啊 金普聪事实上他参加过很重要的选举嘛 这一点就是说从侯友宜角度上来开始解释得通 他说这个国民党里面经历过这种数次 这种高层次大格局的选举 金普聪是最重要的 最有这个条件的 根本跟马英九没有关 就是侯友宜自己找来金普聪的 这样子如果赵春山 我的了解赵春山跟马办的关系是非常深的 因为过去在两岸问题上 赵老师他的跟马英九的办公室 跟马英九是密切在配合 你知道马英九任内成就很多 可是两岸关系的成就算是最大的 那当然赵春山赵老师他的这个 他的贡献是很多 所以马对他的信任跟他的这个 应该是非常深的 然后今天就突然出来他谈这件事情 这个本来是不应该他谈的嘛 对不对 怎么会突然请他出来谈 可是他谈的也没有谈两岸关系 主要谈马英九 就是金普聪跟担任这个侯友宜办公室 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这件事 那他讲得这么直接 他说不是马英九的意思 对不对 和马英九没有关系 基本上我想你们讲就是说 是一个切割了 就非常清楚 确实是一个切割很大的一个动作 很大清楚 对对对 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金普聪应该要 要跟马办要有一个很密切的联系 那到底要理清 要大家都很关心 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对也就是说呢 远出乎我们当初的预料嘛 对也就是说金普聪的一些比较 蛮激烈的一些言行 就是说这个刀锋向内嘛 尤其是他点名这三个人 在党内其实在舆论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过去也是战功标柄 都是战将型的人物 对 就是这一点呢 马英九不认同是吗 我觉得应该就是针对这些事情 因为我想就是说 任何一个大规模的这种选战 基本上应该是招降纳判 基本上是一种 所谓的包容性的竞选方式 那如果说真正要采取攻击的话 应该是以竞选的对手为阵营 为目标 那这种目前这种状况就变成 国民党内之间 而且都是很有声量的一些 国民党的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虽然现在没有职位 可是他们的这个声量是非常大的 那突然发现这个党内之间 那么候选人办公室 跟这些国民党这些 有声量的这些 现在来讲的话 也应该算是评论人 这个议论领袖 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相互的这种指责 跟相互 几乎到了人生的指责以后 其实这是大家关心这个侯友宜 国民党的选情的人 所真的所不愿意见到 我想问一下介大使 好了 这个马云九现在切割了嘛 金普中讲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 那跟侯友宜有关系吗 他当时发表了这些言论 你觉得他有跟侯友宜事先商量吗 郑立文蔡政委员邱玉这些人 我要砍砍砍 这个因为现在就变成说 找来金普聪完全是侯友宜 个人的选择嘛 个人的一个判断嘛 那所以他的访问之前 他有你觉得他有跟侯友宜商量吗 侯友宜知道吗 这些是侯友宜同意的吗 我觉得就是说侯友宜他一开始说 我完全授权完全信任 那一开始的时候侯友宜 这个就是说金普聪 进入到侯友宜的这个进办以后 第一个他对九二共识 提出了一个比较明确 接受的一个态度 其实那时候对侯友宜是很大帮助 大家除了肯定侯友宜 也肯定了这个金普聪 认为他一进去以后 这个尤其在政见部分 关键的政见部分 也变得清晰起来 清晰起来 还有就是说反对这个 一年的兵役 很多事情都讲得很 让这个蓝营的整个支持者 获得了真 就是说整个气势有提升 那那个时候公布一些民调 那侯友宜的这个民调也好转 那没有想到就发生这个 其实党内不同意见的时候 那么就是侯友宜的办公室 以金普聪 他做一个发言人 他很快的出了重手 那一般大家还是 我们站在蓝营角度看 就是说可能是像 让内部这种纷扰之声 能够很快的能够 把它消音 对但是像这个马英九 他的个性算是比较温和 侯友宜的个性 其实也相对来讲算是温和 所以金普聪当然到这个侯伴之后 他是有一些效应 大家看到刚刚介大使讲 这个论述变得比较清晰一点 那但是金普聪对于人的好恶 你觉得这是侯友宜的风格吗 还是说他他个人的好恶 就是讲得很直白 现在就是说这一次赵春山也在讲 赵老师也在讲说 他的意思是说 他的很间接就讲说 这不是马英九的风格 对不对 意思是他说马英九做事是很温和的 这句话其实我觉得折射出来一些 一些问题 那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就是说 金普聪是一个很有魄力 很有这个 对于事情他是很急切的 要把事情能够止于无形 然后或者说他在蒙发之处 他就要想把它灭掉 灭就是说一些把它压下去 可是我想这跟他过去选举成功 可能有关系 他可能对自己的这个风格是很有信心的 可是现在侯友宜是处于一个劣势 对啦而且党也没有资源 党也没有资源 那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是不同的 那是不是应该要 我还觉得就是说 以国民党目前来讲是遭想纳判 你想叛徒都 你都要叛你都要想要 想要拉回来 那你本来是大家是一个同一条心的话 只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应该透过先透过怎么样 私底下的这种来协调 然后甚至透过有利人士 大家先私底下来协调一下 你如果一开始就是透过这个媒体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比较难以 就是说用温和的方式 就是有点死局了 有点僵掉 因为通常有的时候批评有很多种方式 可以拐弯的批评 那可以不点名的批评 但他用的就是最直接的 而且点名的 点名一次还不够 第二次他还讲了一个青春痘的比喻 让大家觉得好像这样讲就已经死齐了 没什么转环的余地 那大家都会联想到马英九 所以今天石破天津的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羞腾腾最新消息 麻办正式切割 金普松的一切作为 包括他近到猴瓣 都跟马英九没有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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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